欢迎回到麻辣小午茶 我是黄荣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呢 有请到了一位专门学习 这个作曲的一位女孩子 来跟我们一起来讲讲 这个电影音乐 你好 陈漫青 你好 很年轻的一位作曲家 是不是 那你的这个 能不能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 让我们观众了解一下先 OK 我自己是在台湾长大 然后我是到12岁的时候 就去了新西兰 然后在新西兰读的 就是取得作曲 but then after that 我就 有人就会请我去导了音乐剧 导完音乐剧就有人请我说 你要不要导导看短片 我说好啊好啊好啊 然后我们 after I try 我就觉得不行 有一天我非常希望 可以去学习导演 对 所以后来就读的 又读了这个film making 是不是 又读了一个这个 对就是来这边读的这样子 那其实我知道这个电影这方面的 包括你本科自己学的作曲这方面 作曲其实给我感觉是一个已经很抽象的一个东西了 然后电影呢 又包括不管是你制作电影还是做什么都是把一个抽象的一个东西再变成具象化 你是怎么样完成之间的一个转换的 就是这样的选择一个跳渡 wow that's a good question 第一个我想要说的就是我一直觉得电影就是尤其是我们在拍摄电影的过程 它其实就是一个实现你的理想的过程 每一个东西都是导演或者是编剧心里面的想法画成文字 然后我们再把它画成剧本 I mean 画成画面等等的 那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必须要有很大的信心 很大的耐力 然后还要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想象力 真的 对 那作曲 那其实这个电影音乐和你这个作曲 你是把这个电影音乐两者完全的结合到一起 其实像我们现在知道的比较熟知的就是这个Life of Pi Life of Pi它今年奥斯卡获得了这个最佳原创音乐奖 你是怎么样理解这其中的音乐 或者拿这个作为例子来讲一讲 如何让观众去欣赏一个电影当中的音乐 Life of Pi 其实In fact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听Life of Pi 它这一整张专辑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庞陀或者是很雄伟的一个音乐 它反而有很多这个所谓的Oriental这种东方的味道 它用了很多吹奏的乐器 然后很多这种印度的风味的一些歌唱 但是它刚刚好就衬托出了这部电影的感受跟特色 然后我记得它的track 3 还有另外一个track叫做God's Storm 我觉得还让我很感动的 它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配乐 非常简单的一些旋律 但是就 怎么讲 我觉得它是非常可以衬托出这个电影 but in a way 我个人认为如果今天光是这些音乐 并没有配上Life of Pi的画面的话 它也许没有办法得到Oscar这下原创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曲子和电影一定要非常好的结合 是的 是的没有错 就像如果今天Life of Pi这部电影 然后你配上了很满脱 like Transformer那种音乐 或者是用非常多的敲击乐器 节奏非常非常强的东西 它就会反而破坏整部电影的美感 另外还有你在跟我说 你在问我说怎么欣赏电影配乐 我觉得你只要放轻松 然后进入 那个状态 没错 没错 我觉得最害怕的是 但我有些朋友 就是做音乐的朋友 他们就会非常非常focus 我一进电影院 我就是仔细地去听这些配乐 这些layer 这些mix 它反而就失去了整个 整个这个电影艺术的感觉 所以就是说如果要 好好欣赏一部电影的音乐的话 就是要把自己首先放到这个电影当中 去好好地去想 去看 去感受是不是 对 而且我觉得在很多自然的情节中 你就会 你知道你被打动的原因 不会只是只有画面 而是整个音响的效果 我就被打动 尤其是 其实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很多电影都是看到的那个moment 然后音乐好像一响起来 然后我泪就流下来了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跟这个陈曼青 大概聊了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电影音乐的一些欣赏 所以如果你要想好好欣赏一部电影音乐 不单单是要把他的CD买回家去听 更要把自己的心放到电影当中 去一个宏观地去看 去听 去想 好了 非常感谢陈曼青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感谢观看